下日炎炎,紫製雪糕不单可以消暑,还可以享受DIY的乐趣 不过紫製雪糕的时候,怎样吃得安心又符合卫生呢? 使用雪糕机一定要彻底清洁和抹干,以免滋生细菌 制作雪糕一般需要牛奶、忌廉、鸡蛋和其他材料 只是用没过期的牛奶仍然不够 虽然市面上买到的牛奶已经消毒过,但储存不当 仍然有机会出现里斯特赶菌 这种细菌在低致力度仍然可以在奶类制品中生存和繁殖 在感染后可能会出现肌肉疼痛、作呕或上吐下射 免疫力低的人士死亡率更高达2至3成 所以奶类制品要储存在适当的温度 如果包装有破损就不好食用了 至于鸡蛋在用之前要检查有没有过期、外壳有没有破裂 另外在打蛋后发现这些情况 代表是受到三门氏菌或者其他细菌的感染都不好食用 用生鸡蛋来做雪糕并不是人人都对的 小朋友、长者或者是孕妇等低免疫力人士最好不要食用了 制作雪糕的时候可以选择用吉士粉或者是雪糕粉来代替 制作水果雪糕也是另一种的选择 但是要留意不要将水果核放入雪糕机里面 另外在使用和清洁机器的时候要小心锋利的刀片 注意安全 见到制成品当然满足了 记住要尽快食用 如果将融化了的雪糕雪冻再食 很容易感染病菌 上次更多关于自制雪糕的食安小贴士 和如何选购家用雪糕机 请留意466期选择月刊